大家晚上好啊 应该可以听见我说话吧 如果可以听见我说话的朋友 可以给我一个回应 打个一就行 我特别害怕我这边网不好 我们网课马上就开始了 今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 我听广播啊 说今天维州新增的病例 确诊人数只有10例了 就好像自从 不知道墨尔本朋友多不多 好像自从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开始墨尔本开始宵禁以来 我都不太看这个每日新增的数量了 当时我记得墨尔本这个疫情 就是这一波来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有一天新增了190多例 我一看天哪就是崩溃了 然后在后面200例300例400例 后来就没感觉了你知道吗 后来再到700例800例 然后再到后来 大家就对这个数字就敏感了 就不敏感了嘛 就随便新增多少例 我当时觉得 这个新增下去 我就他下次再确诊1000例我都不会那么像 都不如我第一次知道新增190例那么震惊了 然后我今天刚刚看新闻说现在这个新冠啊 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数量已经超过100万了 真的觉得很恐怖啊 不过好像墨尔本这个就是宵禁啊 然后限制五公里控制的还可以 就是看什么时候能够不知道能不能够恢复正常啊 周日我听了周长讲话嘛 就说我们可能可以期待可以过一个正常的圣诞节 跟大家闲聊两句 好然后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网课正式开始啊 先祝大家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虽然中秋节还有两天嘛 但是还挺巧的 我上一次网课的时候是七夕 应该是七夕的当天 然后这次网课就是快要中秋节了 好像每次节日都跟大家见面 今年还有什么节日 还有圣诞节 圣诞节或者说双十一光棍节的时候 也给大家做网课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啊 今天9月29号 我们直接先做一个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呢 给大家得过一遍 每次都会说的啊 说外汇衍生品 还有只有杠杆的产品呢 是有很高的风险的 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管理好自己的这个风险的预期 然后它是跟银行定投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确保您了解这个交易所涉及的所有的风险 然后呢 我们的活动 我们每次的活动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仅包含一般信息 然后也只是给大家一般性的建议 什么叫一般性建议呢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您自己个人的目标 也不知道您的这个财务的需求 或者财务的状况 所以说我们只是 我们当我们谈及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只是基于 这个产品本身 它的基本面 或者说它技术面的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所以说我们是不知道大家 自己的这么一个财务状况的 然后更多的信息呢 您可以去看我们网站上的这个产品 披露声明和金融服务指南 然后做一个公司的简介 其实来听我们网课的听众 大家对公司都很熟悉了 然后GoMarkets成立于1998年 总部是在墨尔本 全球 现在全球都有分布 墨尔本 悉尼 澳洲 然后我们的欧洲 塞浦卢斯 然后像是东南亚 越南 泰国 英国 伦多 上海 等等等等 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可以交易的这个产品 也非常多啊 澳洲的个股 美国的个股 最近我们澳洲个股和美国个股的产品呢 又下调了手续费 现在这个交易成本真的是非常低的 然后还有外汇啊 然后指数黄金石油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的中文直线电话 0386580603 有问题的话 我们上班时间随时欢迎大家拨打 官网地址 地址 墨尔本的地址没有 现在目前来说没有很大的意义啊 因为墨尔本现在还是这个封城的状况 再加上年底我们可能要搬办公室了 以后大家来办公室就可以我们在新的办公室见面 我们会搬到那个墨尔本的那个墨尔本大裤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那个在Calling Street上面 啊这是我的一个简介啊 本来想不放了的 因为觉得有点有点那个好像每次放一个自己的这个介绍在这里 还是还是还是讲一下吧 因为可能有的人不认识我 或者说没有听过我之前的网课啊 或者直播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我 我叫Vanessa 然后我是毕业于Monage的Master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然后呢 学业结果还不错 还不错啊 是有这个参加院长的荣誉名单 然后学校学院有给我们这些 Dienst Journalists要花钱请我们吃饭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成绩是Top 2 percentile 然后去年来的GoMarkets 做过这些这些这些事情就不一一赘述了 然后呢 我是想说 我因为大家听我们的网课有很多嘛 我们各个不同的同事 然后不同的这个这个分析师 或者说我们外聘的分析师有做都有做不同的网课 那我就在想说 哎我能不能给大家讲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内容 因为如果大家想要去听这个市场的 一个大方向的分析市场行情的分析是有的 对不对 我们的同事 不管是Allen Jackie Coco Joy 都其实有不停的在为大家做这方面的内容的输出 那我就说 其实已经有足够的渠道给大家去分享这一类的内容 所以说呢我想说那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啊 像是金融知识更加的怎么说呢 更加系统的一个东西吧 更加系统更加专业的东西 因为大家来愿意花一个小时来听我们网课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其实是很对至少对金融市场是感兴趣的 而且是学习的兴趣是很浓厚的 不然大家啊不会说我晚上八点钟 我打开这个打开这个软件来专门坐下来听你们讲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呃这是我想要去讲这些东西的一个意义 那我讲过什么呢 之前呃可能有听过我网课的朋友 我讲过啊当时有澳洲的财报记码啊 财报的一个解读啊 教大家怎么样子去识别一个上市公司 他们的财务有没有操纵 当时给了大家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判别方式啊 就是我们可以去对比公司的净利润和现金流 对不对 因为净利润可以操纵啊 现金流很难操纵 然后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模型吧 采识别财务操纵的一个模型 然后也给大家分享过巴菲特他投资的呃一个指标 他最爱的指标是什么 那接下来还会给大家讲什么呢 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呃硬核的金融知识 就像我今天会跟大家讲的内容一样 我会给大家讲估值啊 可能大家觉得估值对于我们个人的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很遥远 哎现在那不是投行做的事情吗 我去估什么值呢 但是我们是一定要知道的 因为你投资久了之后 你并不是说我要去跟风什么热买什么嘛 对不对 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投资的逻辑 你才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啊 立于不败之地 然后也会给大家讲金融的啊 基本是知识 进阶理论 包括一些金融模型的了解和应用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的投资啊 你的背后它是必须要有逻辑的 对不对 就像说只要你的逻辑的逻辑是对的 其实啊就算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逻辑或者说不同的投资策略 我相信也是可以得到啊好的回报的 比如说像巴菲特啊 他就是一个啊坚定的价值投资者 对不对 那他投资的策略是啊 反向投资 就是他觉得哪些啊股票 哪些东西他跌的太厉害 已经他的市场价格已经大低于他的内在价值了 他去买 那像是比如说带若顾比 他就是一个趋势的交易者 他会顺着趋势做而不是反向的啊 所以说虽然说他们的策略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 不同的 但是他们都可以赚到钱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那么一个投资的逻辑啊 他们的这个这个去支撑他们的投资策略 所以说啊我觉得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我直接去跟你说哦 这个可以 我觉得这个好买这个 其实我不如把这个背后的逻辑告诉你 那你以后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子的股票 什么样子的情况 你都自己有一个了解 说的有点多 课程的介绍课程的意义 好分享一下市场新闻啊 市场新闻啊 星期天的时候 维州的朋友都知道了啊 维州放松了一些啊 这个维州的效 维州的这个lockdown的限制 比如说把宵禁啊取消了 然后呢幼儿园和早教机构又重新开放了 那房产销售啊买家去看房也恢复了 虽然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 但是也算是恢复了一些活动 那还有什么包括啊 12万人可以回可以back to work啊 等等等等 好所以呢 因为这个放松的限制 呃周一澳洲股市旅游板块是大涨啊 fly center涨了5.8% webjet涨了6.6% 然后contest也涨百分之也是涨百分之六 然后今天呢这个这三三个股票涨了 没有没有下跌啊 是持平的状态 所以说现在旅游板块 虽然说呃 当然还没有全面的开放嘛 但是其实他们对这些消息是很敏感的 所以大家平时都看看新闻啊 然后周一还有什么事情呢 A2宣布这个削减收入预期 他呃把下调了他们2021财年的这个盈利的一个指导 所以导致周一A2股价直接暴跌了百分之十点八 跌到了十五块多 而周二继续跌跌了百分之四 收到了百分之十四点 啊不是百分之十四点 收到十十四块六 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他的 为什么他去削减了他盈利预期 其实还是因为维州的这个封锁有关系啊 他说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封锁影响了很大的这个代购的收入 啊因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啊 A2尤其是A2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 的销售代购的销售额占非常大的比例 但是他们没有说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啊 是占了很大的比例 那像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 呃学生又回不来 然后呢 就是澳洲呃的这个人口的流动变少嘛 代购的活动也变少了 所以说呢他们下调了这个盈利的预期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呃 疫情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有一些库存 他们堆积了一些这个库存 库存呢还没有完全的被消化嘛 大家又知道奶粉它是一个有保质期的东西 虽然说保质期比较长啊 所以说这些都是有一些问题 好然后呢就是明天给大家预告一下 明天早上墨尔本时间啊 也就是墨尔本时间早上11点的时候啊 特王普和拜登同台交锋会进行他们的首场辩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两个人应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 因为拜登他以前做过了八年的副总统嘛 他的这种呃公开发言的风格应该是一种稳扎稳打 就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风格 那特朗普是什么风格大家也知道啊 他是有一点那个他是商人出身嘛 然后他有一点出其不意 所以啊他们的这个辩论应该是精彩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可能但是已经有一些机构啊 会在预测向他们首场辩论的这个结果 会不会影响股市的走势 可能是会的可能是会的 但是呢我不太建议大家去依据一场辩论啊 去做一些股票的投资 因为这个影响实在是太短了 而且是无法预计的 然后再说一个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这个呃 有一些视频啊他专门剪辑了拜登的一些口误的那些合集 然后就有人说拜登他老年痴呆有老年痴呆迹迹象 因为他年龄也很大了嘛78岁 然后说他老年痴呆有帕金森综合症 但是其实我我这里其实我个人的观念是其实我们不要去通过这些个什么口误的合集去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疾病啊 因为呃有也我有看过一个呃心理医生不是心理医生精神方面精神科方面医生的分析啊 他说这个拜登其实他看他看他说话的状态是完全正常的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他那些口误合集看起来好像他真的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因为你把人家所有的口误都做成一个合集对不对 你看的那个视频只有他口误的部分 那你当然觉得他这个人有病啊 但是其实他可能说一百句话才口误一个词 把悲恋说成缺恋等等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口误 我觉得不不是去判断人家有没有疾病的这么一个指标啊 虽然但是虽然但是呃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有这这次的大选 美国大选拜登和特朗普谁获胜的几率更高一些啊 如果觉得特朗普获胜几率高了可以给我打个一 如果说觉得拜登获胜几率更高的打个二 我这里我我把话放在这里啊 我认为这次还是特朗普会连任 我觉得特朗普会连任 哎呀我看大家哎呦这么多一 大家跟我是一样的吗 我还想说如果大家觉得拜登会当选的几率很高的话 我就跟大家打个赌赌什么再说 但是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几率是胜率更高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我去查了一下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总统不能连任的 不能连任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除非国家出了大乱子就除非这个这个已经不行了就战争啊然后还有呃还有什么当时 克林顿打败布什当时美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哎虽然现在也是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当时克林顿 凭借着一句话打败了布什他问大家觉得现在的生活有比四年前更好吗啊赢了很多名有人提二有人提二有一个提二有人问我有人提二吗 几乎全是一全是特朗普连任所以说我觉得这这个特朗普连任的概率还是很大虽然说拜登的民民调现在好像是要高于特朗普但是大家也知道美国这个大选他不是啊全民投票然后来看谁的票数多吗他是按周来计票的啊然后啊这个就不多说了而且啊我再多说一句之前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说了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啊我我我我 我说过啊我说特朗普连任其实是市场更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因为他第一第一美国总统啊的这个这个连任无法连任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不确定性波动会比较大还有一个特朗普他一直主张的减税啊去监管啊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想要扩大基建其实这些对呃这个股市来说是一个呃更好的事情更愿意看到的事情那拜登 动不动加税然后要去反垄断调查反垄断那几个科技股啊对有人说赌场压特朗普的赢面很大我也觉得特朗普还是觉得特朗普会连任如果说如果说拜登赢了啊那我就打脸了那下次网课的时候我在跟下次网课下下次网课的时候跟大家再来再来再来打这个脸 好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讲太多了好呃今天内容主要三个板块第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一个ROE之后的灵魂指标之前给大家讲过ROE啊就是巴菲特老爷子最喜欢的一个指标啊然后再给大家讲两个投行的估值模型 一个是绝对估值的办法 啊就是说投行估值的呃逻辑因为投行他对一个股票的产品的估值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对不对当比如说像 之前忘了是呃摩根士丹利还是哪个提高了after pay的这个目标价值后 他马上就涨了因为他本来他就能够影响到投资者的情绪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他们的估值的方法呢 而且我们也可以运用他们的估值方法去呃给自己做一些呃估值上的判断呃一些投资上的判断啊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话题呃我们先回顾一下 啊上次网课的时候给大家讲这个 ROE啊巴菲特老爷子他说focus on return on equity啊他他是很关注这个ROE的那ROE我简单讲一下他的他的这个公式就是用net income除以啊shareholders equity就是用呃一个公司的税后净利润去除以他的所有者权益就股东的权益那就是ROE 然后一个公司他就反映了一个公司运用他的净资产去创造利润的能力伟大的企业他们的长期ROE都很高啊当时给大家整理了一组数据 这些大的公司大家可以看这些大的公司然后看这个五年的平均ROE和我把他们五年的呃这个回报给他年化之后大家去去看其实是很接近的数字啊微软啊 啊五年平均ROE33.38然后年化是年化回报30%30多啊就是我加粗的部分他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他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所以说老爷子还是还是对不对还是没有没有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看上次的网课的视频 好然后这次给大家讲什么呢讲这个ROIC有人念ROIC有人念ROIC 大家随便怎么念都可以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指标他其实他是一个对ROE很好的补充因为ROE他并不全面等一下我们细说他哪里不全面 那他的计算呢是用分子是息钱税后经营利润分母是总资本什么叫息钱税后经营利润就他不是他跟净利润不一样的是第一他没有去扣掉利息 因为为什么因为利息他是付给啊这个这个债权人的对不对债权人的所以他没有去扣掉因为一个公司他融资他有两种渠道嘛一个是他通过股权去融资发股票一个是他去发债或者说他去问人借钱那他去借的钱人家就是债权人嘛债权人也是要回报的呀人家也是要利息的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公司他创造的利润他不仅是一部分留存给股东那他一部分要当做利息去付给债权人所以说我们的分子用的是息钱利润就是在这个利息之前的这么一个利润那这个利润呢他不是经营啊他不是净利润他经营利润 那像我们细说是他真正的自己的经营活动所创造的利润然后咱们把税扣掉啊分母是总资本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ROE和ROE的对比啊ROE用净利润出于股东权益然后ROE用这个税前税后经营利润去除以invested capital invested capital呢他就是啊他等于总资本等于股东权益加上有息负债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我的债权人我也是要收钱的我不是把钱白白借给你的 就是说他反映的是我这个公司如何用我的总资本去赚钱的那么一个能力 他比ROE更全面一些啊这里说ROE是ROE非常好的补充因为ROE他用的是净利润去除以股东的权益 而净利润它是一个比较容易被玩弄的数据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讲财务操纵的时候也讲过净利润他有很多很多方法去增加他的净利润 比如说他有非经常性损益我比如说我就拿A2举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卖牛奶的公司啊 但是我2020年财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我公司一个很大的一个资产卖掉了比如说一块地 然后我赚了一个亿那那一个亿叫做非经常性损益为什么他不是我卖牛奶赚到的钱啊 他我卖我卖了一块地而这个这个这这这部分的利润它是可以持续的吗 他不是的他只是一次性的所以说我们去看一个公司他的赚钱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这种非经常性的利润 我们去要去看他的经营利润那啊 这个ROE他用的就是operating profit我只看你卖牛奶赚到的钱 我不看你别的其他的一些呃不不沾边的经营活动赚到的钱 这是他分子呃比ROE更全面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说ROE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一个很高杠杆的公司他的ROE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比如说我这个我我一个公司我的公司我是股东股东就我一个人我只有一块钱我只出一块钱然后我不知道通过什么什么渠道然后我去找银行我带到了一个亿 那我这个杠杠是不是非常高我这杠杠一亿的杠杠然后我这么高杠杠呢我只需要用这一个亿我去赚一百块钱那我的ROE是多少我的净利润只要是一百那我的ROE是不是百分之百呀 但是你觉得这合理吗如果说当我的公司杠杠非常高非常高的时候我的ROE看起来也非常高但是这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我的这个赚钱的情况 其实实际上是我用101块钱赚了100块钱那我说我的ROE有100你会选择这种公司吗你不会的对不对啊那所以说呢当这个ROE它的分母加上了debt之后他就把这个杠杆的问题给解决了 好所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是比如说一个企业他赚到了钱我刚刚说过一部分股东他要求的回报对不对他被股东分走 还有一个是债主债主就是我比如说他去发一个债券他去发一个corporate bond他每年都要给股东付这个coupon对不对或者说我去找银行借钱我每年要付我的利息啊还有一部分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收税嘛政府就坐坐等着收税所以说股东投的钱就是权益shareholders equity债主借给你的钱 这是你的债务这个债务是要付息的要付利息的啊这两笔钱加起来就是资本总投入那我们把国家的税给剔除掉这个你的债主和股东你真的分到了多少钱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指标要去给我们看的 这个指标是公开的啊大家不用自己去算大家在任何的这些个网站上面大家都可以查到他可能叫做ROIC他可能叫做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或者说Return on Investment等等等等这是公开的大家都会有算出来的 所以说他跟ROE一样你直接就能看到不用你去翻财报自己去算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在哪里看的话明天我上班的时候问一下我我告诉大家这个你如果想要去看一个公司的这个指标在哪里就可以直接看到好吧好然后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利用这个指标去挑选公司呢这个这个这个图我觉得非常好我看到是国内的一个基金经理做的 那我们看这个这个指标的这个指标的这个指标是ROE或者说是ROIC然后重坐标是增长率我们要去找哪种公司呢我们要去找右上角的这种公司他既有很高的资本投入回报率他又有很高的增长率那这个时候他就是给了我们高的增长加上高的回报那增长率增长率 大家也是可以公开的去看到的增长率一般我们用的是你可以去看他净利润的增长率你也可以去看他earning per shareearning per shareeps他他其实跟净利润是一个意思他就是用净利润除以他所发的股票的股数你可以去看他的这个增长率这个是公开的数据这个是他历史的增长率都有各种财经网站上都有然后ROEROIC他也是公开的那你去看了之后然后这样找到的 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区域的公司是最好的那他行业高速的发展公司竞争突出然后他也能够赚到很多的钱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是近几年都发展到非常好的科技股美国的科技股澳洲的科技股也就那样吧澳洲没有没有很多真正的科技股 哎可以讲一下摊销吗有人说我可以讲一下大家为什么都看EBITDA为什么因为因为这个我我这里多讲一下 EBITDA 它有成是什么earning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and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这个这后两个是公司的折旧和摊销为什么很多人他不行他要去看他的利润在摊销前的利润摊销和折旧之前的利润呢因为他不涉及现金流我一个公司的折旧我一个资产的折旧他并没有真正的让我花出去钱对不对他只是从我的账面上剪掉了比如说我有一栋楼我用又拿楼举例啊比如说我有一栋楼那栋楼价值是一个月然后我说他今年以后这个楼折旧了 一百万这一百万并不是我花出去啊并不是我给出去的现金对不对它是我这个楼折旧产生的那么一个非现金的支出那其实我们投华投资者他更喜欢看现金流的东西这不涉及现金流的东西呢我们不太爱看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可以去关注更多的跟现金有关的这些个利润 好我继续回到这张图啊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资本引君子资本引君子呢什么意思呢它的增长率非常的高但是它的盈利能力我们横坐标衡量的是它的盈利能力啊它盈利能力很弱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靠资本投进去的钱换来了增长确实增长的很快但这个增长它是靠烧钱出来的我不停的融资不停的去借钱不停的去发股票我拿到了很多钱然后我再去把这个钱烧掉啊那我的增长率是很高那给股东和给债权人的回报呢很低啊我举了个例子会不会是afterpay这样的公司呢 它增长率确实很高但是现在现在还是在亏钱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里有没有别的这种公司那像资本杀手就更差了增长率又低那这个盈利能力又差那烧钱都换不来增长这种公司大家一定要去一定不要去避免像是一些仙谷啊一些什么的或者说像是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看起来增长率很高啊但是它有财务造假的问题实际的增长率怎么样大家不知道对不对烧钱是真的在烧这个增长有没有在增长就不清楚了好右上角的发电厂讲过现金牛现金牛什么意思呢我的增长率很低虽然说我的增长率低但是我的现金稳定啊我每年都能够给我的股东稳定的回报 举个例子像是银行股银行股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低增低增长的行业啊增长很低然后但是我发的股息是非常稳定的如果说没有澳洲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啊澳洲银行股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它的股价不会涨得很厉害但是它的股息差不多每年5%6%其实是高于存款利息的那这种公司也是可以选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去买公司呃选公司的时候我们看右边的我们只只想去选择右边的这种公司就是说它的盈利能力强的ROE或者说ROIC很高的那增长率高一点低一点没关系那只要是盈利能力差的我们都不要不要不要去挑战自己不要去不要去承受这个风险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直到大家投资的那么一个思考大家可以多去看看公司的财务的数据不要去跟风你要对它的这公司的盈利状况有一个了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公司他们的这个资本投入回报率的一个列举了可以看到基本上这种科技股微软亚马逊苹果Facebook 啊Google啊都是非常高的阿里巴巴和腾讯也不错所以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能挣钱的公司就是能挣钱的公司股价它就是会涨的好然后这里是我给大家手动的整理了几个啊热门澳股的这个资本投入回报率啊可以看一下有负的负的啊这个这个 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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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金大牛 他手上的现金非常的多啊 他不太需要做融资 他的他发的这个股票啊 他的shareholder equity 他股东的权益和他的债都非常少了 A2之前是没有债务的 今年有一点点债 很少很少的债务 所以说当他的分母特别小的时候 他的这个整个数值算出来就很高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高于10%的这些公司呢 其实都是一个盈利能力不错的公司 供大家参考 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话题 就是投行在用什么估值模型 我们怎么去看 他们是怎么算出一个股票应该有的公允价值的 首先会跟大家讲 这个估值的两大分类 其实估值只有两个分类 没有别的 一个是绝对估值 一个是相对估值 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绝对估值 absolute valuation 它是仅基于公司自身的数据 什么意思 我去看这个公司能赚多少钱 他赚的钱能以什么样的速度去增长 他所在的行业的发展 我只看我自己公司的基本面 我去给他根据这些这些这些个数据 做一个估值 这叫做绝对估值 那相对估值 relative valuation 什么意思呢 我不能只看公司 自己 我要去对比 我要去找到一个基准的对比benchmark 它可以是我同业的公司 可以是我的一个 跟我很相似的一个公司 或者说我去找一个行业的平均 但是不能说是我只去对比股价 对不对 比如说我说 real tinto要卖90多一股 BHP只卖30多 那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要去对他们的股价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我们再去对比说 那他们的这个 这样子对比起来 哪个是便宜了 哪个被高估了 哪个被低估了 这个是相对估值 它一定有一个比较在里面的 而绝对估值 它没有比较 我就看自己 所以只有这两个分位 绕来绕去都是这两个 好我们先讲绝对估值 绝对估值两大模型 第一个叫做DCF discounted cash flow 现金流 折现模型 它的最基本的思想 就是说 我去计算这个公司 未来的现金流 它产生的现金流 然后我把这个现金流 给它求出 它现在的一个价值 然后我就能算出 这个公司的估值了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银行存款 如果说 我说 我现在啊 我现在在银行存100块钱 然后我说我的利率是5% 那这100块钱 到了一年之后 它是不是就变成105块钱了 那反过来 我说我在一年之后 有一个105块钱的 一笔现金流 那这个比现金流 以5%的这个 折现利率来算 现在它价值多少 它就值100块钱了 对不对 所以说它这个 最简单的一个模型 就是我把未来的 现金流折现 那我 那公司不一样吗 公司它不会 持有一年的现金流 它可能在一年之后 有105块钱的现金流 然后在两年之后呢 它有120块钱的现金流 然后等等等等 它就持续下去了 那我把这个105 去除以1.05 得到了它现在的价值 然后我再把这个120 去除以1.05的平方 然后我再把这些 现金流给加起来 那这个就是 我的所有的 未来产生的现金流 它在今天这个时刻的价值 那它在今天这个时刻的价值 对应的就是我公司的价值 我在除以我所发行的 股票的数量 那就是我现在 目前的这个公司 它的一个内在价值 它的intensive value 它现在一股 一个股票 它一股应该卖多少钱 这就是它的基本的思想 其实很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asset based model 这个用的很少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 学过会计的人都知道 一个公司的asset 等于equity 加上liability 然后你只需要去 去查它的这个 那个叫做做什么 那个财报 然后你把它算出来 但是它用的很少 因为这个asset的fair value 非常的不好顾 因为我们公司的财报上 它不仅有很多有形资产 一个 一栋房子 是不是 一个设备 它还有很多无形资产 比如说它商与等等 就不多说了 所以说我们主要去看这个 discounted cash flow 这个模型 这也是用的最多最多最多的 那么一个模型 它的公式在这里 公式放在这里 不是要让大家去算 让大家去理解 它的分子 很简单 分子就是企业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 我刚刚举过的例子 分母 就是我们的一个折现率 这个现金流 不同的 不同的投行 或者说不同的投资者 他用的现金流不一样 有的用自由现金流 有的用股息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 但是它的概念就是 它一定是一个现金流 分子 那我们 我这里举例的就是 我假设我们用公司的自由现金流 我多说一句什么叫自由现金流 我们经常去看新闻 或者说看财报 看什么分析 说自由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公司 它产生的 它今年产生的现金流 它收到了多少钱 然后我再把这部分钱 我再扣除我的这个公司经营 所需要的 必须要花出去的那部分现金流 那它就是自由现金流 那就是我自己可以支配的 那一部分现金流 叫做自由现金流 好 继续说分子 这部分现金流 它考虑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公司现金的收入 对不对 它还要考虑一个什么呢 它要考虑增长率 因为我说我这个公司 明年能能收到100块钱的现金流 后年可能是120 大后年可能是200 对不对 这个现金流如果说它是在增长的话 我们是需要去考虑它的增长率的 如果说公司是健康的话 它不会一成不变嘛 所以说它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能赚多少钱 以现金的形式赚多少钱 一个就是公司的增长率 那说白了分子 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企业的基本面 一个企业的基本面 我现在能赚多少钱 和我以后能赚多少钱 对不对 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经营状况 还有以后的一个发展 这是分子的意义 那也是我们去选择公司要去考虑的 一定要去考虑的指标 那分母呢 它是折线率 折线率稍微有点复杂 大家看一下它受什么影响 它第一 它受无风险利率的影响 比如说央行定的那个利率 然后这是一个无风险利率 它还受市场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当这个大盘 给你的回报率是5%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去买 就不太喜欢那些 给持给你4%回报率的公司 对不对 所以说市场环境越好 你对公司的回报的要求 就会越好 还有公司自身的风险 公司风险越高 你要求的回报率自然就更高 还有你自己的风险的偏好 那总的来说就是说分母是投资者 投资股票的机会成本 所以说我把这个公式变了个形 我把这个公司公式变了个形 因为我们不是要去计算嘛 我们是要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 那公司的估值等于什么呢 分子上面个股基本面 下面分母市场利率 然后还有行业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个股基本面越好 它估值越高 市场利率越高 它的估值就越低 要求有人问要求回报率是估计的 要求回报率不是估计的 是计算的 但是我们就不去 不去讲怎么计算了 计算起来非常的复杂 包括现金流分子的 现金流的计算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大家要知道投行 它去预计公司的现金流 它是要把公司的整个财报的 每一项都去做一个 就是我有拿到2020年的财报 我要去做一个 我要去给它做一个2021年的财报 每一项都得给它预估出来 这是投行的方式 我们是做不了这件事情的 大家一般都只有一个人 对不对 人家那个什么专门专业做这件事情 好 然后所以说市场利率在这边 所以说为什么降息的时候 股市会涨 一个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 降息的时候 大家会把钱更多投到股市去 因为银行存款利率太低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市场 当这个基准利率一降啊 股市的估值就会升高 对不对 因为它在分母 所以说这个时候股市的估值升高了 然后大家也会把钱放到股市去 好 所以说这个公式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公式 它考虑了整个个股行业 大盘投资者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到了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金流折线模型 是一个非常广泛运用的估值模型 好 所以说 它是强烈的指导了我们投资思想 但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像是企业未来的现金流 然后它的增长率 Gross rate等等 还有这个利率等等 我们去计算几乎是不可能 作为个人投资者计算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 我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个公司的财报 给它一年一年的做 给它做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指导着 指导着我们去投资 它怎么指导我们去投资呢 我们首先啊 先看分母 分母告诉了我们 决定要不要买 要不要去入场 对不对 它告诉的是我们的一个市场环境 比如说 央行降息 或者说放水等等等等 它就是代表着市场利率的下降 市场利率的下降 那股市的整体估值就会上升 这个时候呢 就告诉我们 可能可以入场了 可以去买了 然后 这是分母告诉我们的 那分子 它告诉我们 你要买什么 我们去看这个公司的基本面 所以说这是 我们从这个绝对估值的模型 给到我们的意义 好 分母决定买不买 这里快速说一下 这个全球放水 对不对 利率下跌 所以说股市上涨 然后比如说 2018年因为贸易战的原因 然后它是市场不确定性升高 等等等等 我这里不多讲了 我怕时间有点不够 所以说呢 分母它就是市场的流动性 只要流动性宽松 那你就可以去胆子大一些 那至于买什么 咱们再慢慢琢磨 这是分母的意义 分子告诉了你决定买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公司的基本面 或者说对公司的行业进行分析了 那怎么去判断呢 行业的趋势 这里有张图啊 行业的趋势 还有包括我给大家介绍过两个指标 ROE ROIC 公司的现金流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分析一个公司的 基本面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如果说你现在决定要买了 你再去看这些指标 然后你再决定去买什么 那这是绝对估值告诉我们的意义 喝口水 好 第三个部分 相对估值 相对估值的计算 或者说要简单很多啊 刚刚跟大家讲过啊 相对估值呢 它是要 我们要去把这个算出来的这个指标 跟同行业 或者说是行业平均去进行对比的 比如说我们 经常提到的 市盈率 他要去跟 然后你 你去算出一个公司 公司的市盈率 比如说 算出A公司跟B公司 是两个非常非常相似的公司 那A公司 它的市盈率是30倍 B公司只有20倍 那可能说A公司相对B公司 它就高估了 那它是一个相对估值方法 还有比如说市进率 市销率等等 那最常用的还是市盈率 市进率市销率用的会少一些 我们今天主要讲市盈率啊 而市盈率什么意思呢 它是price除以earnings per share 简单一点就是我用公司股价除以 我公司的净利润 那这净利润它是平均到每股的啊 所以说呢 它反映的就是一个公司 它的股价相对于它的收入的 相对于它的利润的那么一个指标 啊 那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比如说我 我算出来一个公司 它的市盈率是20倍 你只看这个20倍 没有意义的 你你根本就看不出个所以然 对不对 但是当我告诉你 这个公司 它所在的行业的市盈率是30倍的时候 啊那你就说哎 它的价格相对于行业来说是便宜的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优点是 它计算非常简单 而且使用非常广泛 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估值方式 而且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国内的啊 一些呃机构来说 其实相对估值法用的更多一些 对于美国的机构来说 呃绝对估值法 现金流的这个估值法会更多一些 但是现在国内的一些机构 也渐渐的在从相对估值 往绝对估值方面去转了 啊它也有缺点啊 缺点就是啊 公司的净利润 它可能是零嘛 啊或者说是 呃 负数啊 等一下有有朋友说 没有反应了 但是我这边感觉是正常的 也有朋友说如何去看行业 平均适应率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 快速的我们去看一个行业的适应率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讲过的 我一直跟他讲过净利润包含了 营业外的利润 他被操纵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他的优点就是他真的很好计算 而且适应率都是公开的 你随便去哪里 你去Google上搜一个公司的share price 他就会告诉你适应率 好 然后如何去使用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你可以跟行业平均去对比 你也可以去跟呃类似的公司对比 这是我去找了 我随便找了一个呃 ASX的材料板块 我把他们的适应率给呃 统计出来了 BHP FMG等等的啊 有这些公司他们的适应率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呃 材料板块他适应率不太高啊 一般都是十几到三十多算高的 那科技股的适应率就很高 可以到八十多 几千的都有 好 然后 你你去找到这这些个行业的这个适应 适应 稍等一下 我找一下那些Excel 好 好 这是行业板块的适应率 我我找出来了 我把我把那些适应率是呃是不可用的给筛选掉了 好 然后呢 你去看一下这个行业平均 然后太小的太小的股票我没看 我只看了市值十个亿以上的 因为 先古啊 或者说一些小公司 我自己认为参考意义不大 好 我自己算了一下他们的适应率的平均是多少 就是二十 那你算出来了行业 澳洲的材料板块 现在的行业的平均适应率是二十 那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公司的适应率 BHP 啊 它是低于行业的平均适应率的 对不对 FMG也是低于的 那像某些公司 比如说NZM 或者说是NST 黄金股 都是黄金股 黄金股适应率 看到黄金股适应率就偏高啊 对不对 就说明他们对比行业来说 它可能是高贵 或者说你可以去直接对比两个同类似的公司 比如说我对比这两个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 我应该是看得清楚 好 然后 我直接去对比 比如说NST EVN都是黄金公司 适应也差不多 我没有仔细去看他们的 我没有仔细去看他们的财报啊 我只是说假设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公司 主营业务差不多 市值也差不多 假设 好像那天看了一下他们的净利润 盈利能力也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这个EVN它的适应率呢 就略低于NST啊 这也是一个运用的方式 你可以这样子自己的去考虑 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 你肯定要去考虑 这个东西 便宜还是贵 也不是绝对的便宜和贵 就是相对来说 它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 它可以指导你去做这个投资 然后 等一下结束的时候 我再来去讲 可能有朋友知道这个市盈率怎么去看 如果说不知道的话 等一下我快要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快速的展示一下 怎么去找一个行业的市盈率去算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讲完这个市盈率啊 那其实但是对于有一些增长性非常高的公司 市盈率 它是不太能说明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XRO 这是一个 澳洲的一个 澳洲的一个 这个是什么科技公司啊 它做那个快转件的 大家一看PE 市盈率 4,680 被就被吓死了 对不对 看4,000多怎么可能 但是有些公司还是负的 它还是负的 它这个 这个为什么会这么高 因为它的分子太小了 它的分子太小了 它的earning 它挣的钱还不够 它挣的钱还比较少 但它的股价又比较高 但是我们也并不能说 买这个公司的人就是傻子嘛 对不对 因为它看重的是它的成长性 尤其是科技公司 它的成长性是很足的 那它的这个 很高的估值 有它的成长性作为支撑 比如说 XRO 比如说它今年只挣了100万 但是我预计它明年能挣 1000万 1000万有点夸张 100万 比如说它明年能挣个500万 它的增长率是非常高的 那大家投资都是着眼于未来的嘛 如果说当它的增长率 它的高估值是有增长率 作为支撑的话 我买它的未来 它也是合理的 所以说大家对于一些成长性特别好的股票 几乎来说都是科技榜块 我们可以去看这个PEGPAC 它是用市盈率除以了它的增长率 Growth Rate 所以说你这样子去调整的 科技榜块的股票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对比 这个指标也是越低越好 不能说越低越好 就是低证明它是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低估的状态 好下一页 所以说这个给总结了一下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区别 这边是这个国内的券商做的报告 大家就不细讲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找我要一下PPT 好 DCF呢 绝对估值的办法 现金流折线模型 它更关注现金流 它更加的合理精确 这也是美国的投行用最多最多的模型 但是它非常的复杂 它要大家每一项每一项的去算这个公司 如果说你要得到一个数字的话 你必须要去计算这个公司的 这个未来的每一项财报的变化 哪怕就是他们投行会怎么做 他这个公司今年员工的工资支出是多少 明年工资支出是多少 今年他要怎么算 他要算这个大的环境怎么样 他们会不会新招人 会不会裁员 工资会不会有增长等等等等 这些没有没有必要去算啊 只是我们了解他的一个投资的逻辑 像刚才跟大家讲的 那PE呢 就是相对估值计算简单 但是净利润呢 他容易操纵 个人投资者可以运用他快速的进行判断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只看PE 只看市盈率就去买啊 因为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是先看东西好不好 你再去问价格 对不对 你不是说价格低了你就买 那你只看PE的话 你就是便宜你就买 没有意义 没有必要 你一定要先去看东西好不好 好 所以说绝对估值呢 我们就是在看这个东西好不好 相对估值 我们就是问一下他的价格 当你确定了这个东西好了之后 你再去问他的价格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网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等一下跟大家说 这个市盈率快速的去查怎么做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网课的这个结构 是有一些改变的 就像今天大家参加的周二的网课 是我们的线上投资小课堂 会跟大家分享啊 金融知识也好 市场行情也好 我说等等等等啊 然后周三的是微信的直播 然后周四是手把手的实操教学 周四的课程更着重于实操 因为可能会直接的就教大家怎么去用软件 怎么直接在这个软件上面 我们用MT4MT5嘛去进操作去看图 去用技术指标建议大家有一个账号再来参加周四的课程 不要因为你没有账号你看这是比较空的 没有不是客户的朋友 免费申请一个免费开个户也可以 开户不要钱的 或者说是去申请一个模拟账号都是可以的 那周一呢是我们的高级客户专属 那就是需要大家成为客户 且是有一定的资金量才可以参与的 这个需要大家去找自己的客户经理 要一下报名的链接 然后本周三的这个直播预告 明天晚上的六点是我们的Coco和Joy会跟大家讲这个股市分析 这个这个题目有点 比如说股市分析看多了就能成为股神吗 是这个那种具体他们要讲什么我还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明天的直播 然后是我们的两位美女 反正大家六点是吃饭时间 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互动一下 最后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介绍 我就就不多说了 说多了留言广打广告 反正呢就是大家也知道成为我们的VIP客户 我们是能够给到很多很多服务的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股评 像是一对一的分析咨询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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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联系我们我们的中文直线038658 0603 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好意思打电话 或者不好意思直接发微信找我们 给我们发邮件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邮箱 inquiry at gomarkets.com 这是直接发到中文部的 大家发中文邮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地址 不多说 然后左边是我的我在用的这个工作微信 大家可以扫一下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说有什么要跟我讨论的都可以来跟我我进行讨论 然后最后时间不多啦 然后我会我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快速的教大家 可能去看一个行业的适应率 大家去到一个网站任何网站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之前看的是材料 不看材料板块 我们看一个零售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零售页 好这边这个零售页就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他市值市盈率都是有的 嗯 我去 我大概 比如说我说我 我只看五个亿市值五个亿以上的零售行业的股票 我把它复制下来 你选上 你选上 选到你要看全部的也行 但我我觉得全部没有意义 好你选上之后 你把它粘在这个Excel表里面 就粘过来了嘛 写一下P 好然后这边我给他 做一个快速做一个筛选啊 因为有一些公司他的 市值 有一些公司他的 他的还没有赚钱 所以说导致他的市盈率是不可用的 因为 他是负数 好 然后这个 这个市盈率就在这里嘛 你做个平均就好了 Average 做一个平均 好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澳洲的这个消费板块市值五个亿以上的这个公司 他们市盈率的平均水平是39 39但这里这里有一个比较高的公司啊 这里有一个比较高的公司 你可以把去掉去掉一个最最大值 因为他太影响平均值了 把它去掉 好然后你可以算出来大概就是30多的那么一个状况 然后你在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你再可以去对比比如说JB HiFi West Farmers 新农集团等等他们的一个市盈率 你就可以去啊 这就是一个很快速的去运用相对估值进行比较的那么一个一个一个手段了 你就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他股价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内容我还怕有一些讲不完后面加快了速度 然后就大概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啊如果说大家觉得有什么不懂 我觉得今天的网课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如果说大家觉得哪里有不清楚的 明天我们会把这个网课上传到YouTube 大家明天但是可能是10点以后吧 找我们要一下链接或者说直接扫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我的微信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没有开户的朋友可以开个户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还是会给大家提供很多的资讯很多的服务的 就是 不多说了 然后大家可以扫一下嘛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找到我 或者说 或者说把这个问题答在这里 好了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不脱堂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扫码给我留言 明天我们再做继续的讨论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拜拜 多说一句 那天看到一个新闻 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 国内不是要国庆节了吗 不知道做A股的多不多 就是 有人去做这个报告啊 国庆节之前 A股会不会涨 其实 大多数情况来看 国庆节前 A股 反而它是会有轻微下跌的 但是国庆节节后 好像大多数情况是会发一个红包 就是 节后可能反而会上 基于历史数据来看 给大家分享一个 续文 有人问我们做估值的时候 是不是用卡潘 卡潘是一个很基础的模型啊 卡潘 它的意义大于它的实际的应用 因为为什么 因为 大家先下课的朋友可以先下课 我 我 我这里写了一下 不想打字 那天 把这个卡潘写下来了 因为你卡潘用的是这个模型 这是卡潘嘛 它这个R就是这个股票的要求回报率 也就是我说到绝对估值的这个分子 这个R 它是怎么算的 它是用的这个无风险利率 加上它的beta减去RM减去RF 就是它只考虑了三个因素 一个无风险利率 一个市场的 市场的大盘的回报率 再考虑了一个beta beta反映的是这个个股的 一个风险吧 风险敏感度 它考虑的指标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说实际应用是很很少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真正的股票 你不可能只受这三个影响 而且它假设的是投资者都能够自行进行资产的高度的分散化 那大家投资者哪能呢 没有那么多钱去做资产的分散化 怎么可能所有的 做资产资产分散化 前提就是你几乎所有的资产 你都要去配置 那很难做到的 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它是一个指导思想 因为它后面是可以加很多别的因素的 好了 好了 又多说了几句 那今天的今天的课程就先结束了 然后大家明天见 明天联系我们或者说给我们打电话 拜拜 拜拜